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你喝特别纯净的水 就会缺乏矿物质 因为水里面是有矿物质的 人会喝这些水 就会比如说发软 或者说是你营养缺乏 其实关于小林的顾虑和担忧 我们在网上也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纯净水缺乏矿物质 长期饮用会导致营养缺乏吗 会还是不会 大家觉得会不会呢 会啊 会 没那么严重的不太会 来 那我们看一看调查结果 67%的朋友们认为是会的 但是33%的朋友们并不认同 那何老师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到底会不会 不会 啊 耶 对 可以喝对不对 人体是不是必须这些 是啊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人体需要很多的矿物质 需要很多的维生素 但是呢我们不是靠饮水 来补充的 主要是通过吃食物得到的 我们要吃很多的食物啊 就是 那你还吃饭干嘛 喝水 喝饱就好了 找个 我们每天应该 每人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 一个心理要吃25种 我们要吃主食 要吃鱼鳍肉蛋奶 很多的蔬菜水果 其实我们喝水就是喝水 喝水就是为了补充水分 不是为了补钙 也不是为了补鲜 也不是为了补美 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国家 是以喝纯净水为主的 可能观众中有很多人 去过一些国家旅游 比方说去过阿联酋 是吧 迪拜很富裕 但是那个地方呢 沙漠地带 然后还是靠着海 所以呢 他们那国家就把海水 用来净化成纯净水 供给他们的国民来饮用和使用 你看有谁阿拉伯的人 因为喝水喝出问题来了 没有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 在做一些就是军事方面的 这个在军事方面的 也用到纯净水 比方说在海里的一些核潜艇啊 还有一些军舰上 他也不可能 常年他在那 他不可能带那么多的水进去 对呀 宇航员接根自来水管子 要净化这个海水 用的得到的就是什么水啊 纯净水 所以你看他们吃出问题了 对健康有影响吗 真的是没有影响 可能有时候你觉得喝纯净水 喝的时间太长了 有点寡淡不好喝 但是真的对健康没有影响 也不会造成营养的缺乏吗 不会啊 因为我们的营养 主要是通过吃食物得到的 美食时间5月25日根据Boston时报道 自去年秋天 麻州帮布新的 饮用水安全法规以来 越来越多的社区 在其饮用水中发现了 被称为PFAS的 有毒的化学物质 现在在这些提供超过 一万多人的公共水源当中 有一半需要开始测试 其中有20%水源报告浓度 是高于国家法规允许的浓度 据报道 面对饮用水中类似的污染 纳迪克官员计划 在高科技过滤系统上 花费数百万美元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将多福碗基物质 暴露与健康的风险联系起来 据介绍 多福碗基物质 在环境中同未完全分解 而被称为永远的化学物质 从不粘锅到防水医 长期以来一直是用于各种场合 它们与癌症免疫系统受损 和多种疾病有关 据报道 哈佛大学的环境化学教授 埃尔西·桑德兰表示 看到如此强大并且持久的 饮用水当中 普遍存在的有毒物质 在联邦一级 仍然没有得到监管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贝内特现在当任倡导组织 新英格兰地区环境责任 公共雇员总监 他说 虽然麻州是拥有 全美最严格的 多福碗基物质限制之一的州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 保证人类的健康 据了解 截至5月中旬 麻州的242个公共水源 已经报告测试结果 其中50个的 浮碗基物质浓度 是超过了州的规定 今年或者是明年下半年 将需要1000多个小型的 公共水源开始测试 麻州环保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不断地重新评估标准 但是没有计划来改变这个规则 以使其更加严格或者是禁止某些产品中的化学物质 美国的自来水的污染 随着标准变化爆出很多问题 我们到底该不该装纯净水设备 你还会纠结纯净水中不含矿物质吗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请不吝点赞评讯